- 音樂的朋友大家好,我是陳樂榮,今天訪問的是一個非常新也非常重要的獨立邀果音樂壇,叫做神棍 - 神棍,老師好,各位觀眾大家好 - 神棍你們好,老師好,老師好 - 先音音自我介紹一下 - 好,那我是主唱,那我負責團裡面也是創作的部分,那我叫歐比王陳正航,謝謝 - 好,我是吉他手阿佑,就是負責彈吉他 - 那我是那個鍵盤手二虎手羅鍋手,負責彈鍵盤跟大羅湖跟拉拉湖的徐老師 - 徐老師,這是一個名稱還是尊稱? - 算外號啦,外號叫尊稱 - 那是他徐老師了,他比較年長嗎? - 也沒有,以前我們一起在陸軍樂隊當兵 - 然後裡面有一個組叫清音樂,就是類似 - 清音樂? - 對,清音樂組,就是有點像做 - 清音樂就放CG就好了 - 做場團那種 - 對對對 - 就是幫長官吃飯的時候伴奏唱卡拉OK - 真的嗎? - 對 - 那你們要陪酒嗎? - 呃,不用啦,就是站在那邊 - 居然演奏就對了 - 對對對 - 然後你們是負得什麼樂器? - 呃,我是唱歌還有吉他 - 然後他是二弧跟鍵盤 - 二弧跟鍵盤 - 那吉他手呢? - 就吉他手 - 我沒有參與到他們這一組 - 所以你不是在樂隊的部分 - 對對對對 - 那個時候你要唱些什麼歌啊? - 合日君再來這種嗎? - 就可能一些比較老一輩的聽過的經典老歌啊 - 譬如 - 北風 - 喔 - 還有呢? - 還有一些就是真的那些軍人長官會點的 - 什麼小草 - 對 - 我們要準備隨時要唱 - 這是勵志的歌就對了 - 對對對對 - 就一群長官 - 那當然就跟你們喜歡自己搖滾掛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嗎? - 對對對 - 神棍樂團是什麼時候組成的? - 然後你其實為什麼要叫做神棍呢? - 就是我們組成是2006年中的事情 - 是 - 對那時候主要是我想做一些歌曲 - 然後去參加 - 宗教大愛的 - 呃 - 也不算 - 因為 - 因為之前 - 之前一直有在玩 - 只是獨立樂團這樣 - 然後但是沒有什麼很好的成績 - 然後想說就想做一個 - 跟自己完全 - 以前寫過的東西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- 然後因為 - 那時候就想了很久 - 想說自己 - 呃 - 有哪些特點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- 然後就想到客家人這塊背景 - 你是客家人 - 父母都是嗎? - 對對對對 - 所以你會講 - 一點點 - 大致上會聽 - 但是 - 可是這裡 - 裡面有客語的歌詞啦 - 對對對對 - 部分的對不對? - 那就寫得有點辛苦啦 - 就是還要去查字典 - 然後問 - 問爸媽這樣 - 這樣 - 你有沒有想到是客語的音樂 - 還是客語的詞彙 - 作為你的一個特色? - 呃 - 應該是 - 以音樂為主 - 音樂性? - 對對對對 - 就是 - 因為小時候常常聽 - 爸爸還有長輩 - 就是會在家裡放一些 - 善歌嗎? - 對對對對 - 傳統音樂 - 然後就有一些元素在腦海裡 - 你覺得如果用最簡單的話來定義 - 你會跟大家介紹說 - 客家音樂的音樂性的特色最主要是什麼? - 我覺得就是很... - 純樸 - 純樸 - 純樸 - 感覺是一種氣氛的形容啊 - 在音樂上有什麼特? - 你覺得有特殊的 - 什麼和弦嗎? - 還是特殊的音階嗎? - 我覺得它是很簡單的五聲音階 - 簡簡單的五聲音階 - 曲老師你覺得 - 你要補充它專業的說法嗎? - 也沒有很專業 - 算是啦 - 就是他們或許也是常常會用某個和弦 - 拉多咪這樣一直跑這樣子 - 譬如 - 拉多咪 - 球滌 好 - 全都拉多咪 - 但我覺得像一個三歌可能只有一個這樣子 - 一直在這樣子 - 唱的歌可能會不一樣 - 可是背景的配合都是這樣子 - 所以你也是住在客家村旁邊嗎? - 小丹 - 這是彼南阿 - 他是學國樂所以他有演어요 - 所以你走路也會Was llamar - 沒有欸 - 那是習慣問題 - 那他又是哪裡的? - 喔 我是獎勵 中立 我也算半個客家人了 真的嗎 所以那時候你聽到Obi王想要走這一派的路線 就不排斥啊 但也沒有很興奮 因為不是很熟悉啦 就是也不會 就是因為聽到就是把它結合起來的那種感覺 其實跟想像有那種傳統的客家音樂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很怕他要叫你真的做 對 對 那時候你就說你不要了 你以前有玩過團嗎 我以前有 可是就是沒有玩過像這麼正式的團 就是都是那種好朋友就只是聚起來就一起玩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些是不好的朋友 這些是專業人士 好的兄弟啊 其實這個團有六個人 對對對 還有三個人 還有三個 有一個是貝斯手今天沒有來 然後 據說還蠻帥的 對對對 他有在演一些偶像劇喔 對 真的還假的 未來 要播了 是快播了 真的 他到時候離你們而去嗎 呃 看他的 看他的發展 看他的發展 你樂觀其成還是一意不捨 沒有啦 他應該 那時候感情好不好就看到他 好一個吉他手 對 呃 貝斯手還有一個鼓手他今天上班 對 然後還為索娜他今天有上 因為他也是學生他還在上課 是 對 我也是學生啊 你比較認 你比較有向心力嗎 沒有啊 其實是我今天每課 哈哈 索娜手聽起來真的很特別 對對對 為什麼神魂樂壇需要一個索娜手 而且還有二胡 感覺他有想融合一些 我們說東方的 對對對 因為剛剛我講就是客家音樂這些 他其實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索娜跟二胡 像 對有一些客家傳統的八音樂器裡面 就是還有一些 三弦啊 就是 二胡跟索娜算是最主要的兩個角色 可是這些樂器會影響你作曲嗎 因為詞曲都是你負責嗎 對對對 還是只有在編曲上去豐富整個樂團 還是在寫歌的時候你就會因此被影響 其實會 我覺得很難說 到底是先有編曲在寫出歌 還是先有 曲在想編曲 對 我可能是 一開始目的就想要結合客家的元素 所以 到最後當然會限制住我的創作 因為 可能我懂的東西就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會嘗試很多種方法去突破這種感覺 是